大家好,今天是5月29号,我们继续聚焦一下中美关系 首先我们开两件大事,一件是美国的边方局CBP 把中国大连的一间渔业公司的渔业产品进行了扣押 理由是它涉及强迫劳动 另外一件大事是中国已经邀请欧洲四个国家的外长明天访问中国 那这两件事情实际上也都说明了中国开始向美国服软 美国对中国是越来越强硬 中国服软,美国强硬,首先表现在中美的贸易问题上 中国前几天强烈地要求美国进行谈判 美国本来把中美贸易谈判要放在下半年 因为戴琪前几天对着记者说 首先他要处理好盟友的关系 欧盟、日本、亚太其他的一些国家进行贸易谈判 其他的国家谈完之后再跟中国进行第一阶段协议的评估谈判 他已经非常确定地说要在下半年的时候跟中国谈 但这次突然提前刘鹤跟戴琪谈是中国方面要求的 中国方面之所以要求要跟美国谈是中国有求于美国 所以华杰日报报道刘鹤跟戴琪谈判的内容的时候特别指出 中国要求美国对关税要进行放宽甚至取消 另外对华为还有美国的很多企业进行的制裁也要求给取消掉 那美国方面肯定不会把这些取消的 因为这些本身是违反美国的政策 那要减少中国的这种贸易的不平衡 减少它的不公平行为的话 必须把原来的政策进行维持 而且在中国的强迫劳动 知识产权的强迫转移、偷窃 还有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等方面 美国只有加大力度 而且美国在对第一阶段协议的评估的时候 知道中国根本还没有遵守第一阶段协议 没有购买美国的很多的商品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的触犯美国的利益 还在翻很多的一些硅 包括假冒美国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只有更强硬 也不会答应你刘鹤提出的任何的要求 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贸易方面只会更加强硬 不会丝毫的让步的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 中国的新疆棉比定为强迫劳动产品 所以禁止中国的新疆棉相关的产品进入美国境内 那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叫优衣库 他的服装进入美国扣安的时候 美国海关还有边防局一下就把他给扣押了 那又一扣就说这些服装呢并不涉及新疆棉 但是呢边防局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的话 那所有的产品呢都要扣押 那么今天呢又把中国大连的那些渔业公司的产品给扣押了 理由同样是你设计强迫劳动 而且呢这个强迫劳动的分析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这间公司呢雇佣了很多的印尼的工人 然后进行深海作业 就是抓捕那些青江鱼啊 很多一些海洋的一些鱼的时候呢 使用了强迫的劳动虐待他们 殴打扣心啊 很多一些不人道的地方 估计呢这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还有很多人权组织啊 直接向美国部门呢提供的 所以美国的这些边防局啊 他们就依据这样一个贸易部门来的政策呢 把这些所有的产品呢给扣押下来 通过优衣库和这次大连产品比扣押的事件呢 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啊 现在是有法必议啊 知法必言言必行行必过 不是说说算了 我是说到做到 我必须拿出实际的制裁措施呢给你看 你说过有违反的话 那么必然要追究你的责任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是完全值得称道啊 在贸易方面呢 必须要越来越强硬 它不是一个手段筹码 跟你谈判的一个交易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执行的政策 既然这个政策来了 既然你在贸易方面有哪些违反的地方 那相应的苦果呢 你必须要承担 所以在中美贸易方面 无论刘鹤无论中国呢 都嘛放软身段 但是美国制裁的措施呢 会越来越强硬 因为你的犯罪的行为还在那 所以必须要进行对你强硬的一个制裁 另外一个美国强硬的方面呢 就是对病毒的起源 那现在呢 拜登还有共和党议员 民主党议员呢 对中国政府这方面的态度 是越来越强硬 拜登呢已经宣布了 在90天之后啊 得到另外一个报告 就是这个病毒起源到底是什么 而且昨天呢 他登上观众1号飞机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要在90天之内呢 会把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这个情报的报告 病毒起源的报告要公之于众 因为同时呢 我们知道参议院也昨天呢 通过了一个议案 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呢 把这个病毒起源的报告公之于众 既然议会通过了这个决议案的话 那行政部门呢 一定会遵守 必须把这个情报来 宣布出来 那现在就是两种情况啊 一个是90天之后 那就是最后统一的这个报告呢 会出来 而且呢 会公之于众 另外呢 就是拜登一上台 3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 情报界也搞了一个报告 虽然这个报告 结论是分歧的 但是这个报告呢 也有可能在近期呢 宣布出来 所以呢 无论这个结论到底是什么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还有一些论据啊 论点啊 所引用的这些证据啊 证人呢 可能呢 在近期就会公布出来 那美国的情报界 搞出来的这些材料啊 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些证据 对中国政权呢 是狠狠的一个打脸 到90天之后才有统一的结论 但是呢 这个报告给披露出来之后 中共啊 他干的丑事呢 会大白于天下 到底这个病毒呢 是不是从自然界给传播的 还是啊 这个病毒呢 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直接发生事故泄露出来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呢 中国政府都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 绝对的一个责任 最起码 这个病毒就是从武汉出来的 从中国出来的 这个呢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除了在病毒起源方面 继续施压中共之外 美国的国会 也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来制衡中国政权 前段时间有个法案叫 无尽边疆法 现在改名为创新与竞争法 这个法案呢 主要是美国的创新产业 高科技产业 要进行大量的投资 来抗衡中国政权 这个投资的额度呢 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 而且呢 参议员们又提出了很多的修正案 其中一个修正案呢 就是禁止美国的科研机构 给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投资 禁止美国的这些科学基金呢 投资给中国的功能增强的实验 这个意义很重大呢 因为中国呢 就利用这些东西呢 它搞这些生物方面的破坏 那更多的一些法案呢 在不断的推出来 然后最后呢 参议院通过中院通过 总统签字 就变成实际的 抗击中国政权的一些法案 所以美国呢 对中国政权只会越来越强硬 那前几天 美国国安委的 两个主要的中国事务的负责人 一个是堪培尔 另外一个是罗森伯格 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时候呢 总结拜登现在的对华政策 堪培尔认为 现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对华接触的政策 对华接触政策呢 就是跟中国合作 然后企图呢 和平演变中国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不能接触 只能对他进行全面的对抗 全面的竞争 堪培尔强调呢 美国要和盟友一块 来强化自己的实力 最终呢 能够在竞争当中 战胜中国政权 而且树立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卢森伯格他提出了 拜登政府的三大对华政策 第一大对华政策呢 就是联合盟友 采取四方会谈呢 北约啊 欧盟啊 跨大学相合作啊 各种的这些组织 国际组织 联合起来 对中国政权进行围堵 所谓联合盟友呢 是拜登对华政策的首要政策 那第二点呢 就是增强实力 增强各方面的投资基建方面 这个医药方面 还有这个贸易方面 只有增强了实力之后呢 那中国政府 他就会趋于下分 他就会来求你 他各个方面呢 他就受制于人了 现在中共这么 咄咄比人呢 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实力大 所以他不满意 但是实际上他也知道 他在很多方面呢 到目前为止 还是受制于美国 就像这个刘鹤 求美国这个贸易代表一样 那还有更多的方面 就是这个 对欧洲的关系方面 他也是受制于美国现在 所以他还是 他在求这个美国 这个事情呢 就正好说明了 增强自己实力是多么重要 你自己的实力 利于不败之地呢 那对方呢 他才会求你 你呢 才能不战 而去人之逼 那第三个政策呢 就是管理竞争 防止冲突 意思呢 就是说 中美之间是竞争的 但是我要善于管理竞争 防止冲突 因为一旦冲突呢 会发生更大面积的一些战争 那我们呢 就是该进行反击的时候 反击 该合作的时候 进行合作 这样的话 避免大规模的一个冲突 那该合作气候变化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啊 等等 这个体现了合作的一方面 那进行反击的方面 我们看到 在贸易这方面 当然不让 像这个优衣库的反击 像这次大连这个渔业公司的反击 那要不断的进行反击 还有对这个中俄美 这三个大的这个大三角关系的这个调整反击啊 都体现了拜登政府 它是强有力的对中国政权进行反击 进行反制的 所以说他提出的这个三大政策呢 确实是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个精髓 总而言之呢 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政权是越来越强硬 而中共呢 在这种强烈的攻击的状态之下呢 他现在不得不调整策略 对待中俄的关系呢 他现在邀请了欧洲的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明天访问中国 这四个国家是爱尔兰 波兰 匈牙利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它不是欧盟的 但是塞尔维亚它是16加1的成员 16加1依旧是中国 就中国和中东欧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实际上是抗衡美国 抗衡其他这个地缘政治势力的一个举措了 所以塞尔维亚也拿到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疫苗 免费的疫苗是中国呢 一带一路的重要的伙伴 另外一个呢 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呢 本来是一个从苏联的控制之下 出来的一个反共的国家 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总统呢 现在变得非常的轻够 这个总统呢 以前他也是异议人士 像我们一样 受这个共产党的一些欺负 但是他当上总统之后 他却特别的崇拜权力 跟普京关系不错 跟中国的关系更好 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的国家 所以他提中国呢 也说了很多的话 中国政府给匈牙利也有很多的好处 中国呢 在匈牙利已经投资了一个 十亿欧元的花工厂 华为在欧洲的物流中心呢 就设在匈牙利 中国的很多大学 在匈牙利也开了分校 复旦大学 跟匈牙利就开了一间分校 那根据情报机构的分析呢 很多的中国人 现在在匈牙利 已经成为间谍人员 匈牙利正在成为 中国搜集整个欧洲情报的一个中心 那中国呢 这次邀请匈牙利 塞尔维亚 波兰 爱兰 到中国去 目的呢 就是进一步的风化欧洲 把这些国家的关系搞牢固 然后呢 把欧洲比较软弱的一些国家呢 继续拉过来 然后能够恢复中欧协议 是他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中欧协议这块呢 中国吃了非常惨痛的一个败价 美国呢 巧妙的利用人权这样一个话题 使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完全分化 使欧洲完全跟美国站在一块 美欧联手来对付中共 中国呢 现在处在下分 所以他想办法 把这些朋友的关系稳固 然后再不断的拉拢 那 上一周呢 他就拉拢这个法国 跟法国外长 开了一次视频会议的时候 要求法国呢 帮助他来恢复中欧协议 但是法国外长呢 坚决的拒绝 说我们法国呢 要遵守欧盟统一的规定 欧盟的要求是 你只要解除了对欧洲的制裁 那我们中国协议呢 我们要再商量 你不制裁 你继续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呢 还会持续的将中国协议 搁置起来 中共呢 现在在中国协议前面 完全处在下分 所以呢 他要想尽一切办法 来进行挽回 这个背后呢 实际上是美国在操纵 所以中国呢 现在各个方面放软身段 目的是要摆脱 他目前处的劣势 现在呢 拜登上台之后 才去了很多的战略 很多的政策 正在把中共呢 往那个非常劣势的地方给推 只要我们强大了势力之后 那自然来人呢 把中共呢 就逼到死角 盟友方面 我们是优势 科技方面 我们是优势 军事方面 我们是优势 经济方面 我们是优势 所有的方面 我们占优势的时候 那中共呢 只能把它逼到墙角 现在整个世界大势来看 中共 他已经慢慢的 在各个方面呢 已经显出了劣势 在盟友方面 那中欧协议这块 那他现在 为什么邀请这四个国家 那目的呢 他就想摆脱这个劣势 他已经处在劣势 然后在美国的贸易方面 美国呢 越来越强硬 各个方面 给他来实打实的 说到做到 这样的话 也让他屈服 让他害怕 所以呢 正义的力量 会越来越强大起来 把这个邪恶的 中国政权呢 要逼入死角 打入死牢 直到解体中国 好 今天的评论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